回來第三節 升旗易得道 今天也是加班 其實也是 有很多看法 所以要一次講 剛才第二節講到 關於 現在已經大概知道北京 出牌的順序 現在香港到底應該 行甚麼策略呢 這裡我們就是要詳細去討論 當然這些是永遠沒有定案的 但是我們是有些看法的 包括他們現在的 部署和局勢他們認為 只要你維持 現在這個 狀態對他們來說也不是一個最差的情況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想令他們有所突破 其實就是要將 一個意識形態 再提高 改變那個 方向 這些全部都是一些有可能令到他們的部署 再次 就是會亂的 一些方法 沒錯 因為以往 共產黨最怕是甚麼呢 最怕就是 燒了他大陸 因為香港始終是境外 在淘寶的國界 香港是境外 因為收到境外的費用 在IDD的國界來說 香港是境外 不是中國 但是他們經常強調香港是中國的 在很多方面 實際證據也不是 好了 現在 他們認為香港即使無論怎樣也好 你也只是限於香港 燒不著的大陸 對於他的政權來說 暫時沒有一個危害性 如果你再 大家再想一下 第一節 我們說的話 當然我們 一直在做節目的時候 我們一直在思考 所以我們一直在說的話 都會順著我們在說的節目內容 我們會想到一些新的東西 如果你想回第一節 細心的分析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重點就是 習近平 自己的位置 不完全等於共產黨 他們其實之間是一個矛盾 和分歧 所以換句話說 他們這個分歧和矛盾 是可以利用的其中一點 因為 在領導人來說 黨重要還是自己的位置重要呢 當然是自己的位置重要 當然如果我沒有 我要黨來做甚麼 當然是要我的黨在 所以 大家會看到以往中共的領導人 做了很多 雙天害利的事或者天理不容的事 因為他們只是想自己先 香港政府的狀態是一樣的 香港政府 林鄭月娥的位置 是否完全等於香港政府 是不等於的 香港政府就是毀滅你了 我最怕是保住自己 所以有些時候 你的目標是香港警察或者是香港政府的時候 林鄭月娥是歡迎的 只要她的位置找 倒轉一些時候 你如果目標的 是香港政府和林鄭月娥 香港政府的警察是歡迎的 因為他們 中間不是三劃 等於來的 他們完全是 不等於的 但是現在警察的情況 就有一點失控了 所以有時候 很難用一個百分百常的推測 但是 接下來我認為那個 示威策略可能可以作出一些調整 就是 可能我們的口號要改變一點 因為 每逢大家去到這些運動 其實現在等於大家打仗 打仗 有時候那個叫價也很重要 大家雙方面 在對壘的時候 你如果那個叫價 落後於形勢 你就吃虧了 當敵人 你看到他已經沒有兵可用 你不把叫價提高 你是得不到你應有的回報 其實香港也正在改變 由當初 沒有口號 去到開始叫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再去到 香港人 開頭是叫香港人加油 現在是叫 香港人 反抗 這個其實已經是一個 很大的分別 意識形態上 還有 改變的地方 還有改進的空間 坦白說 來到今天 就算我昨天說了一些關於這個 警察心聲 來到這一日 現在 大家 最重要是不是還是五大訴求呢 其實大家看得到 是有微妙變化的 是不止五大訴求 即是說 當下次 那個口號再upgrade的時候 可能是香港人革命 就不是時代革命 因為香港人反抗 跟香港人革命是兩回事 但是已經推近了 因為這個其實是 香港警察幫手 如果沒有香港警察那個瘋狂行為 是推不到香港人去 upgrade他的訴求 或是意識形態 因為 大陸其實是靠意識形態起家的 他們每一件事你都要政治正確 那麼現在我們 面對那個 其實我們不只是面對香港警察 我們是面對整個中共政權 那麼他只是說共政權他要壟斷所一切的資源 變成我們要打一場仗我們真的靠我們的齊心 所以我們提出 全方位的戰爭 經濟戰 在其他地方打垮他 除了經濟戰之外 每一次出來示威遊客 大家都可能會把那個 會把一些標語、口號做出來 譬如說現在周圍連儂牆 為甚麼他們要稱呼連儂牆 他們是怕被大陸人看到 因為那些東西會拍攝通街 真的是全世界廣播 現在很不幸地 香港警察確實 我相信 在 接下來 一個很短的時間 他其實已經完全超過了最後的point of low return 因為我們相信 星期日晚 那個將軍澳示威 那個科大學生 應該是 熬不下去 應該救不回 這個相信是 有record 有記錄 知道身份的第一個 因為示威 因為防暴警察 而死的示威者 這個將會是第一個 因為以往 大家也說很多浮屍 墮樓 你也沒有一個百分百的證據可以顯示 我們可以懷疑 但是這次 是百分之一百的證據 因為他除了放射催淚彈 讓他避開的時候 失足墮樓 還是 因為防暴警察 避免這個救治 阻止這個急救員去救他 那麼基本上 你警察的行為是一個謀殺 單單是前面 不是後面 也是謀殺 其實已經是謀殺 其實是有很清楚的案例 我相信一個讀法律系的學生也會知道 單單是 你用 追打一個人 而他是逃避你的攻擊 的時候 失足墮樓 或者失足 撞到任何東西 死亡 已經是一個兇殺案 已經是最典型的兇殺案 當中 所謂的 Change of Causation 那個 之間的關係是沒有斷裂的 這個絕對是一個 因果關係 所以是會告兇殺案 其實是會告謀殺的 因為現在政府和警察和律政署執法人員 是一個 行系一系 肯定不會被律政署告這個警察謀殺 這次 我真的認為那個火真的要燒大一點 我們沒有可能這件事 算數 你現在殺了人 你這次不僅是香港警察 你一定要為這個人命負責 你律政署如果不檢控 警察 謀殺其實你絕對是同謀 絕對是同謀 這次是百分之一千 其實 我們可以看 這次是 第一個出現在示威現場 導致死亡的 個案 這個個案不知道會不會好像 當年2010年這個中東梅里花 因為一條人命 而點著所有的火 這五個月來 警察做的事大家都知道是很過分的 其實 在全世界國家也是足以引爆一場革命的 不過香港人是真的太和平 和平得太久 你想想 每一次 他拿刀 那些藍絲拿刀出來捅完人 也是被人打 皮外傷 沒有一個說是創傷 沒有一個說是會死的 但是 現在去到 一個學生 死得那麼冤枉 還要 給你延誤這個救治 給你 阻礙救治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因為要阻礙你 阻礙救治的人 就被你打到重傷 打到全面的血 打到全面紅色 全面都是血 這些是赤裸裸的謀殺 你肩膀已經是等於謀殺了 如果他因為死了 警察也是謀殺 當然 這些等於雙人十七 他也有機會死的嘛 死亡 那個是致命武器 警察每天都用這些致命武器 瞄準市民 開槍 就算你另外一個學生 被人用催淚彈射中背脊 整個背脊焦了 你那個也是謀殺 他也可能會死的 如果因為這件事讓他身體有甚麼感染 細菌感染 其實這麼久以來 只能說是幸運的 一直都沒有致命傷亡 基本上警察 他這樣扔 那些催淚彈本身已經是很危險的 催淚彈有多高溫度 我們不用研究 但是那催淚彈一定是一件很危險的武器 其實如果他在你身邊爆起來 隨時死人也不知道 他們用槍 他們覺得那些不是致命的槍 其實那些是火力很大的槍 是直接向記者和示威者直接開槍 直接向人群開槍 這樣 我們現在呢 怎麼說呢 我們不是說要在一個節目上宣揚一種 大家要提升那個武力 或者將那個 報仇 不是說要宣揚這件事 但是 大家要 想一下下一步 我們其實應該是做些甚麼呢 即是你 每個星期出來 其實我認為是 最重要是要減少我們這方面的損失 因為如果你下次再出來又死一個 那你怎麼辦 你 到時你會很容易做錯的 我覺得 因為現在示威者最大的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大台 沒有一個統籌沒有一個策劃也沒有計劃沒有部署 但是警察面對你們呢 他們有計劃有部署 有訓練 就是整個局在那裏撞你 好像這次 最近我們看到他的格局改了 他是包抄的 特意引你們來 然後包抄 那麼你那些年輕人 沒有經驗的就被他們抓到 所以最近他抓的人越來越多 當然啦 還有很多專門抓和理非 專門在街上抓貼 連儂牆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警察在做的事情是 很危險的 危險的情況 不是因為他抓那些和理非 是因為他會把那些和理非變成勇武 而將那些勇武 變成更加勇武 甚至乎 是恐怖分子 其實 如果你 再推算下去 其實 一定會發生 其實一定會發生 現在 現在 已經過了可以回頭的位置 問題是 那些事情什麼時候出現 會以什麼形式出現 我們討論了其實我們節目在2014年 的警察 暴力的方法去 打傷 示威者 而後來 奇蹟地沒有下一步 然後讓你們奇蹟地可以做回自己 其實是一個奇蹟來的 香港人真的太溫馴了 當時是一個奇蹟 可以就這樣算數的東西 我不相信 你們有機會有第二次享受這個奇蹟 我也覺得 其實在等待他們 其實只有 他們會看到場面就是巴解 哈馬斯 這種場面 或者 北愛新分黨 愛爾蘭共和軍 因為 當你一個人 是絕望的時候 你的武力又不及別人 你又沒有辦法令到他 屈服 那麼你可能 有些人會 選擇傷害自己 用自己來跟他換 一命換一命 或者一活五命換兩命 這個是我們最不想看到的結局 我們昨天其實 想一想 你回憶一下 他們 他們當然是想回頭 但問題是 他們是自己把自己趕上絕路 我們說過很多次 滿清為甚麼倒台 因為他殺了一群 和理非 那群 冒率六君子其實都是和理非 除了大刀王 除了那個譚志彤是練過武功之外 其他全部都是和理非 當初他們就說要對付核心暴力 滿口這些說法 他們現在基本上是推翻了 他們是專門搞和理非 即是 欺善怕惡 你小的 你年輕的 就專門搞你們 現在的老伯也不放過 因為你不會反抗嘛 你不會打敗他嘛 你不會導致他受傷 即是他那隻魔爪伸了出來 他自己收不回 他覺得 對付你們 他也是用復仇心態去做 所以呢 一定是搞一些 和理非 沒有反抗能力的最容易 對付你們就容易了 跟著就跟你說 你是否準備浮屍 生養雞肩很好玩 他現在 說這些是來恐嚇你 但是這件事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的反彈反過來 因為接下來那個 我們看看那個 受傷的人士 是那麼多 被捕的也不少 你不知道你其實在全香港中了多少枝 仇恨的種子 這個仇恨的種子 等於埋了多少地雷 這些仇恨的種子 一旦發牙 就不是說玩的 因為你們還要在香港生活的 我當時說了 香港跟六四 跟北京天安門最大分別 是北京天安門那班 是河北下來的 殺完人回到河北 回到石家莊 你們不是 你們在香港 做完事 你不是回順利警察宿舍 你不是回黃大仙 你不是回遊堂 你有別的地方去嗎 你真的回大灣區住嗎 你是不是不回家 你一天在香港住 一天你就會面對這種報仇的恐懼 天天有人打算找你報仇 天天都可能有人找你報仇 而且 你是受監滿天下 以前我們看警匪片 看到有些警察說 被抓過他的囚犯出監之後報仇 死得很慘 那些基本上不會發生的 因為那些賊也知道 我是賊嘛 我被你抓是合理的天官地道 賊出來復仇的機會是很低的 但是 市民不同 跟你無仇無怨 你無奈端端打穿我的頭 無奈端端逼我的兒子跳樓 而現在我的兒子死了 別說這個 其他人呢 被你打斷手腳的那些 他們的朋友呢 可能他未必報仇 但他的朋友可能幫他報仇 這個是最嚴重的 他們現在基本上是 不是只是警察個人 是全家人 都會活在一個恐慌之中 原因就是律政司說了那21座 那21座警察宿舍 在那裏出入的人 在那裏住的人 是警察無誤 警察的子女無誤 為甚麼你還可以認為這些問題 現在那麼嚴重的矛盾 衝突 甚至乎是戰爭 你還覺得是一些 可以是一些 法律問題 去高等法院的禁制令 禁止你們做這件事 然後就會平息了 這些血債 我不明白他們可以有多離地的 為甚麼你們可以 你覺得這樣會沒事 其實他們 他們的想法很令人匪夷所思 真的是會來找你的 你以為現在拘捕那些人 全部告暴動 全部告6年7年 牢 你以為香港人會不出聲 讓你 嚇唬他們 你以為會沒事 其實我告訴你是沒有可能的事 其實還有一件事 就是連你的法官 坦白說 我不是說想針對法官 因為接下來再下一步 不是到你去掌控的一件事 當你那些人那種路火一爆發的時候 你是任何人 包括法官 包括 警 他們都會遷路於你們所有的人 你們全都是一體來的嘛 律政司 律政署所有的職員 可能你們有好人的 但是對不起 可能你們也會成為將來人的針對目標 其實你問我覺得 下一句口號 就不只是香港人 反抗 復仇 或者革命 其實要不就是香港人革命 要不就是解散香港政府 一定是事大不讓 說真的 口號呢 我覺得 其實五大訴求都不足夠 應該是解散香港政府 逮捕林鄭月娥 因為現在他是恥作勇者 解散香港警隊 當然包括了在內 要你解散香港政府 解散了政府 當然要清算警隊的啦 沒有理由留在你 你先抓了官員 抓完官員再抓回你 再抓回凡事的警察 但是 我們看到 其實 推算到這一步 未來的局勢 也是 很不樂觀的 現在全世界 全世界都看到 香港的情況有多不樂觀 而且 在可見的將來 其實是惡化的機會 是大於復原的 所以也 想回第一節說的話 為甚麼習近平 沒有站到這個地步呢 要覺得你這樣的狀態 也不是最壞 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就是他在想我們剛才所說的那些東西 因為還未出現 所以覺得 現在也不是最壞 他正在想那些 老實說 我認為 現在這個 科大生 這位22歲的科大生 他如果真的是 拔喉那一刻 可能就是香港進入另一個 時代 這個不是時代革命的時代 是會真正出現一場流血革命 這個流血革命應該是會席捲全球 大家看到 智利 成功了 但是智利的人民 不滿足於 那個叫做 凍結 地鐵加價30 那個披索 他們是要推翻這個現有政府 要追究回現在的貪腐政府的問題 連敘利亞也是 尼巴嫩 尼巴嫩也是 就算這個叫做伊拉克也是 他們是因為政府貪腐 無能解散政府 這一波的運動 可能是直接全世界是使得全世界都是一個推翻腐敗政府的大形勢 當然全世界最大的腐敗政府就是中共 你覺得中共可以獨善其身嗎 我覺得他避過30年前的天安門 避不過這次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明天再談 拜拜